有三个 R 第一个 R 呢就是 就是你要保证病人让他知道说 我们会照顾到他的需求 第二个叫 Reconcealer 就是考虑就是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后 我们要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说 他为什么想要这样子做 第三个叫 Redirect 就是要转移 就是当很多事情你已经没办法跟他解释了 那可能造成他的危险 会造成家人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转移他的焦点 不要让他在一直在这个地方再打转 大家好 我是神经豪大条的林志豪医师 上次有提到一部演片 大恋爱和忘记我的你 据说女主角才34岁就有罹患失智症了呢 这在定义上面算是早发行的失智 65岁以下失智症的人口 也因为我们现在对失智症的了解 在诊断上面 更能早期诊断这些失智的人口 所以比例也其实增加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这样失智患者的时候 我们在就医上 我们在照顾上 都会面临到一些问题 今天林志豪医师 会帮你整理出几个小撇步 让你对失智症病人照顾更有概念 第一个部分要讲 很多失智症病患 早期有症状 可是他们其实通常都不愿意就医 都要等到很严重才愿意就医 第一个很多人对于失智症 来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跟家人解释说 其实失智症在早期上面 他其实原因很多 那有些症状其实早期可以发现 早期可以矫正 那第二类的病人呢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病逝感 很多老人家他们可能自己有一些失智的症状 自己不觉得 可能旁边的人 其实都看得很清楚 他常常会有一些脱续的行为 那这时候要带他们来就医 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他们常觉得他们自己没有病 为什么来看医生 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小技巧 跟这个家族讲说 其实还是可以让老人家来就医 那通常我们用的小技巧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通常会请家属 注意一下患者他没有比较在意 他身体哪里有问题 譬如说有些老人家他觉得 他常常关节痠痛 腰痠背痛 这时候我会建议家属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问题 建议他说我带你来看医生 那实际上在看医生之前 可以跟我们先联络好 先跟我们讲说 其实是要看失智的问题 但是他比较在意的是他关节疼痛 那这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可以配合 病患跟家属 那他们会用这样的技巧就是说 帮病患看他的关节疼痛 那顺便其实做一些失智的检查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跨出第一步 那第二步其实 当然就是要跟病患建立一个关系 让他能够对医生有一些信任 所以其实当他最在意的问题 譬如关节痛 其实你要非常认真地帮他治疗 然后顺便倾听他 让他觉得说这个医生 其实对他来讲是很关心他 所以他会愿意再次来就医 那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关键是说 除了跟病人建立关系之外呢 我们会希望跟家属建立一个关系 因为家属常常的可能其中一个家属 觉得他爸爸或妈妈有问题 但是其他家属没有这样子的认知 所以通常会建议说家属一起来 那医生跟家属做一个沟通 让家属聊聊说 爸爸妈妈目前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这样子在病患的就医的过程当中 就会顺利许多 失职症患者通常有些症状 譬如说他们常常 日夜颠倒啦 失眠啦 食欲不好啦 整天无精打采的 那这些都其实会让他们症状 越来越恶化一些恶性循环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 在初期的患者 他还有行动自由的能力的时候 我会鼓励呢 家属跟患者能够多出门 那散步啦 晒晒太阳啦 做一些事情做做运动 最好是一个有一个规划的生活 一个规运的生活 那甚至有时候可以参加 我们在尝照社区当中 很多有一些日照中心 这些阿公阿嬷可以去 在日照中心 学学一些新的课程 更加互动 自然他的病程就不会恶化太快 那这样子的话 病人整个体重患会比较好 不过失职患者常常 一出去他就会迷路 然后找不回来 所以这会造成 不管是失职的病患 或是家人他们有个心理负担 所以我们这边会建议 可以准备一些小物 能够帮助大家减少这样子的心理压力 第一个我们可以让失职的家人 或是患者穿戴色彩鲜音的衣服 或是搭配可以明显辨识的物品 所以说当患者如果他不见的时候 那家人在询问其他人的时候 可以有比较鲜明的记忆点 另外也可以让失职的患者 配戴含有家中电话柱子或是QR后的一个项链 另外爱心手链或是一些所谓的 步标其实也可以帮助当患者走势的时候 我们可以早点可以把他找回来 失职的患者在照顾上 其实最让家觉得辛苦的地方就是 他们常常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那因为当然他们失去一些判断能力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一般正常的逻辑 其实很难跟他解释 就是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做 所以今天林医师会提供你几个小小的 paypal 当病人有这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处理他 那有三个R 第一个R就是 就是你要保证病人 让他知道说我们会照顾到他的需求 第二个叫做就是考虑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后 我们要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 他为什么想要这样子做 第三个叫就是 就是要转移 就是当很多事情你已经没办法跟他解释了 那可能造成他的危险 或造成家人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转移他的焦点 不要让他在一直在这个地方再打转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临从上的一个伯伯 那他也是一个失智症患者 那家属跟我说的就是他最近 发现伯伯 他常常 在下午黄昏的时候 就出现一些情绪很不稳定 我们叫黄昏症候群 他就一直想要逃离他的家里 然后家属就一直百事不解 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家里 那个伯伯就跟他讲说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那原来伯伯其实 他家里的印象是他年轻的时候 那家中的摆设 他觉得现在那个家不是他的家 所以他就运用了第一个技巧 就要如有趣 我就保证 那跟伯伯保证说 他知道伯伯想要住那种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代的一个装潢 摆设或家具 他觉得会比较舒服 所以他跟伯伯讲说 那我们把你的房间 弄得就是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 那伯伯当然他就觉得他就很开心 那这是第一个方式 当然伯伯后来比较好之后 可是他还是笑的时候 又会出现一些 比较惊慌的 的举动 他觉得说 有人一直在窗户外面 想要伤害他 有人在偷窥他 那家属也是一样 他就用第二个方法叫reconcealer 就是要从他角度去设身处理 他为什么会一直觉得外面有人要伤害他 明明没有这件事情 才知道原来 因为伯伯视力不是很好 那加上黄昏的时候 光线不是很清楚 所以外面那个树叶 在晃动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那是人 要进来 所以说家属他就 用了一些方法 第一个就是把窗户 用窗帘把它遮起来 第二个就是让室内变得更明亮 所以伯伯可以看到周遭的环境 结果他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了 那最后呢 当然伯伯状况比较好之后 他偶尔还是会出现情绪的问题 他还是觉得莫名其妙的 会觉得很害怕 很担心 会有些妄想 那家属呢 就最后用第三个方式叫redirect 就转移他的焦点 所以说当伯伯 他在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呢 家属他不要再跟他一直 在纠结在这个同样的话题 他知道伯伯喜欢剪子 所以家属呢 就陪伯伯呢 所以我们来剪子 那伯伯就很开心 就跟家属一起坚持 那他就比较不会一直去想 这些有的没有 那些人怎么能要 Locked 到我到你不肯 跟你玩 什么啊 就好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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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